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2017年一位秘鲁农夫控告德国能源巨头莱茵集团 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导致住家附近冰湖融化 威胁到他的家园 最终德国法院判决 这名农夫可向莱茵集团求偿 随着全球暖化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类型诉讼也越来越多 过去三年来增加了三倍 光是2017年就有900件案例分布在24个国家 其中又以美国居多 只不过在法院攻防中 要证明大型企业造成地球暖化 导致灾害发生 还存有许多争议 法庭内上演的气候诉讼案正在增加 希望借由这样的程序 厘清气候变迁的责任归属问题 过去三年与气候变迁有关的诉讼案件 在全球要增三倍 以2017年来说 就有900件案例分布在24个国家 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美国 最新加入气候诉讼行列的纽约市政府 今年1月一口气控告 艾克森美孚 雪佛龙等全球五大石油公司 在彩碳石油及生产过程中 造成地球暖化 导致纽约市现在及未来 都得承受极端气候威胁 气候诉讼最主要对象 就是大型企业 特别是化石燃料产业 欧洲能源巨头莱茵集团 2017年被远在密录的农夫控告 排放大量二氧化碳 导致这位农夫住家附近的冰湖融化 家园遭受威胁 德国法院最后裁定 这位农夫可以向莱茵集团要求赔偿 大型企业都被灾亡了世界 世界的温暖化 世界的温暖化 而这会导致沙漏洞的凝聚 至今没有国家的法律 是足够地理解决定的 法律的法律 是为了特别的问题 法庭上要证明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 造成地球暖化 进而导致特定自然灾害 存在争议与困难 不过气候诉讼不只是关于金钱与赔偿 同时象征绿色革命的兴起 荷兰900位公民曾控告该国政府 没有尽到保护公民 免于遭受气候冲击的责任 2015年海牙法庭宣判公民胜诉 要求荷兰政府2020年前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 至少降低25% 成为欧洲透过司法手段 强制政府减碳的第一起实力 对未来环境治理具有象征意义 中央社综合报道 离岸风力发电近来很热门 几乎天天都有外商宣布要进军台湾 其中打算在彰化外海 打造大规模封场的 德国巴登福腾堡能源公司 备受瞩目 跟着镜头深入波罗的海小港 巴赫夫特 这家能源集团在这里经营封场 巴登福腾堡能源公司 可说是德国的台电 2011年福岛核灾后 德国民间掀起反核 和能源转型声浪 迫使政府写下2022年 非核家园目标 也迫使这家公司 转供再生能源 改当风电开发商 如今拥有47座陆域风场 两座离岸风场 和7座升职能发电厂 成了德国媒体眼中的绿巨人 风机维护 也成了非常核心的技术之一 巴登福腾堡能源公司 转型幅度有多大 可从获利看起 2012年和美等传统电力 还占获利一半 但放眼2020将大幅缩减到 七分之一以下 而再生能源将取代 要升成为获利主力 该集团电源开发的主管 古赛威尔表示 未来科技 市场 竞争和创新 将成为主导能源转型的力量 中央社记者林玉利 巴赫福特报道 中央社记者 判成史上最长的大陆全国两会日前落幕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会与台湾民众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而在两会前夕 大陆推出的会台31条政策中提到 将逐步为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 创业 就业和生活上 提供与大陆民众同等待遇 为了响应中共对台政策 上海市杨浦区台湾租人住房负责人 带记者前往杨浦区的人才公寓 一看究竟 像这间近30平的公寓 住户预新被符合申请住房门槛 获准享有市价租房的七折优惠 每月房租约人民币5800元 约新台币26000元 其实这个地方它就是各方面的环境都很好 家里面也很舒适 那所以我觉得对我平常早上到晚上 加班工作完回来的心情上是很大的书解 原先的申请门槛是只针对我们 大陆的一个公民在开始 现在是把我们台胞也纳入了 我们大陆公民同等的待遇 上海市杨浦区台办表示 目前有6名台湾民众提交租住申请 其中两人在2月入住 此外还有30多名台湾民众在洽巡中 不过阳谷区大学林立创业者也多 即便符合资格的台湾民众提出申请 也得面对中国大陆外省市及外籍人士的竞争 想要赚到住房优惠 竞争相当激烈 中央社记者陈嘉伦上海报导 大科又甜滋滋的台湾凤梨世家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超市吸引人潮 农委会主委林聪贤和民众互动拉开买气 我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来深化 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台农花 当江台湾对马来西亚这边没有的水果的品项 像凤梨世家像蜜枣等等 我们能够透过优良的农产品 由台农花带领台湾农民来打国际队 林聪贤说 从通路推广到半米试吃来观察 台湾的凤梨世家在马来西亚的确有市场潜力 现阶段日本是主力市场 将水果外销到马来西亚 可以避免过度集中单一市场 他也强调 新南向政策基于互惠互利原则 期盼双方能共创双赢 马来西亚很多的青年农民 希望继续深化跟台湾这样的一个技术 跟经验的交流 我们会希望透过代表处 尽快地把相关需要的平台架构起来 我们农委会也已经盘点好优秀的人才 即刻就能够派驻到这个地方 林苍贤就任农委会主委后 首度率团考察 台马农业合作成效 他说农委会要透过各项行动方案 逐步找出合作重点 以及产业发展方向 这样是记者黄自强 基隆坡报道 女高音优美的嗓音令人陶醉 海外成军18年的多伦多台湾室内乐团 四月底将在多伦多举行年度音乐会 演绎古典与流行交织的动人乐章 我们乐团演出风格 一直在平衡古典跟现代音乐之间 希望说每场音乐人得到 达到这个亚俗共产 作曲家王明星透露 今年音乐会上半场曲目 主要展现百年前欧洲宫廷与教堂音乐的典雅 下半场以大众流行音乐为主 包括以爵士乐改编的台语歌曲 呈现浪漫 诙谐等多元的音乐风格 要在海外经营室内乐团其实不容易 时常面临场地和资金不足的挑战 王明星致力发扬台湾音乐文化 让一同参与演出的声乐家许琼丹很有感触 他认为音乐家背后的坚持与付出 都是基于单纯的文化使命 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化的使命 那我想通过音乐来做一个呈现的话 是一个对我们来讲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本身来说是一个主修 然后也很高兴有这样子的舞台 可以让我们来发挥 多伦多台湾市内乐团 转眼成立近二十年 如今已是大多伦多地区活跃的音乐乐团 举行的年度音乐会 更是当地台桥社区非常期待的文化盛世 庄社记者胡玉利 多伦多报道 但您关心叙利亚局势 叙利亚反抗军占领的东古塔地区 最大城镇杜马镇 最近传出化学毒气攻击 当地医疗和救援人员表示 至少七十人丧命 叙利亚救援组织白亏 更在推特上发出照片证实 不过叙利亚当局否认 并且指控这是为了合理化 美国轰炸叙利亚百分之百捏造的消息 这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相关后续请持续锁定 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